各位好,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上市的惡靈古堡3已經破關完成 今天來給各位聊聊我這次的心得 SKY我花費了6小時 把這款遊戲給破關完畢 所以你應該會覺得 遊戲時間一週目是非常短的 沒關係 惡靈古堡3重製版 你可以說是一週目就了解這整個劇情 也可以說是可以在玩二週目、三週目 玩爆裡面的殭屍 拿到白金 甚至數刷劇情的路線 每個人想法都不太一樣 想要在遊戲裡面玩到體驗也不太一樣 我個人是屬於後者 所以這款遊戲應該會玩得很久 那還在猶豫要不要買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看我的心得 那我們就先從女主角開始就 就在惡靈古堡1 1998的7月 羊樓事件 為了調查隊員的失蹤 間接發現了寶物傘的秘密 所以在1998的9月 開始惡靈古堡3 大宗室的吉爾離開了Stars 獨立開始進行調查 我們在遊戲的開場就可以馬上知道 吉爾的房間 滿滿都是調查、保護傘的資訊 遭遇到所有關於殭屍的事件 都與這家公司環環相扣 所以他覺得一點都不單純 在調查期間會遇到不同的殭屍 有普通療人 可是血厚到不行的殭屍 明明射好幾槍 回頭看他又站起來的也有 所以當你把他射倒 遠遠看他移動也不動 千萬不要大意 記得拿出你的小刀 多砍幾下 砍到男主角的頭髮不斷的飛揚 那應該就是真的死了 好啦不說笑了 當你一直在做砍殺的動作 砍下去殭屍就會跳起來 這代表還沒有死 你就繼續多砍幾下就會死了 還可以順便節省到彈藥呢 那礙於體驗的關係 就不多說其他殭屍的事情 雖然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破壞體驗 不過這邊可以教大家一下 你要是真的打不過部分強力的殭屍 然後你用不太會閃避 沒關係 用上二代大家都知道了 卡門戰法 整體難度會降低比較多 因為有些殭屍真的很快 像莉卡、Beta獵人 或者是超大群殭屍 身上沒有手榴彈、閃光彈等物資的時候 還是可以使用一下外槍的戰法 來讓自己通過這一道難關 這個方法就看大家自己要不要用 因為這也是體驗好壞的感覺之一 那除了殭屍以外 當然要開始提到 這也是的追擊者 寄生暴君 Nemisin Teatai 顧名思義在他身上都是以寄生蟲來增強自身 追擊者是由歐洲巴黎的保護傘分公司 所開發出來的復仇T型病毒計劃 誕生出來的個體 開發的主要重點在 提升智商以及能力 所以在遊戲裡面會看到追擊者使用火箭筒 追擊技有的畫面 而且還知道要瞄準 不僅如此 連火焰槍也進來了 讓我們打追擊者當下真的是不知所措 追擊者是利用了N1α的寄生體 還有思維晶片 先讓個體產生初步的演變 再大量的注入T型病毒 讓肉體得到超進化 寄生病毒如果侵入到素質身上的話 會產生第二個腦 並且還有同時加速再生的能力 如果受到超巨大的傷害 會產生二、三型態的大突變 身形、攻擊力、肉體 都會在進一步產生大變化 追擊者共有四元 追擊救只是其中一個 其他的目前尚未得知情報 但是要記得 追擊者跟二代的T103 是不同的個體 大家必須要搞清楚 每個不同的暴君 都有不同的代號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 暴君跟殭屍的不同個體 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有一定的聲量 我將會推出另一篇給大家 那大概講完205寶3 附帶的三大重點 主角、殭屍、追擊者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周邊的 結果在遊戲裡面 還是可以透過閃躲進行反擊 在閃避成功的當下 馬上拔出武器的話 整體的速度會變得非常慢 所以大家有這個機會 真的可以抓一下閃避時機 難度也會降低不少 那以上講的都是標準模式 接下來講到硬派難度 硬派難度 殭屍的硬度跟傷害 都有所提升 而且提升很多 所以要玩硬派難度 我建議先把完美閃避 練好再來打會比較好 只要玩過輔助 或者是標準難度 都已經先行知道 許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殭屍 一隻殭屍要射六槍才會倒地 連斷他的關節 也需要許多槍才可以打斷 那何況是一堆殭屍呢 那才比較可怕吧 當然硬派難度 除了殭屍以外 追擊者的血量更是超群 打他感覺像普通一樣 多次打下來 我都是把所有彈在耗盡 才把他給擊敗 所以如果前面已經學會 完美閃避不打殭屍的話 在BOSS彈就善用你的庫存 這樣子會比較好過一點 那這次的褲子蟹分成開場必定是Jale 中間會穿插男主角卡洛斯控制拳 所以跟二代還是有一些落差的 他們倆的裝備武器也會有所不同 我個人偏愛用Jale 因為他有榴彈炮 這把武器我覺得算是必拿 只要你不是大神 或是你想增加難度的朋友 建議一定要拿 要不然路上遇到的怪物 或是BOSS彈 這些都是會讓你難度加高的一個重點 而且路上常常會撿到榴彈炮的子彈 你要是連武器都沒有 那真的是糗了 Jale的其他基本武器 還有限彈槍跟小槍 都還蠻好用的 卡洛斯的話就是突擊步槍為主要 那這次破關的時候有分很多獎勵 像是外觀一代Jale的警察服裝 如果你是PC的話 那就不用說了 你想要玩類似泳衣的MODE 可以參考萊斯這部影片 有教你如何安裝 而且也不用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破關武器的獎勵 有火焰小刀 無限子彈的火箭筒 還有MUP手槍跟CQBR的突擊步槍 等等都是大家想要取得的途徑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白金 他的條件是硬派難度 得到S級別 然後時間在2分半以內 就可以得到白金了 所以你可以先熟悉一下地圖 破幾次關之後 分數到達一定程度 最後在商店購買 無限火箭發射器 開始硬派的正式快速通關 拿關鍵的道具 再用火箭炮從頭射到尾 就可以得到這次白金了 這是我的計劃啦 目前還沒有實現 待會我也會提到 如何快速刷點數 得到這次的火箭炮 OK,到了影片尾聲 這次惡靈古堡3重製版 我個人是賦予高評價 音效方面 背景音樂明顯感受到恐怖的氣息 不過一些像是小細節 我覺得不夠讓你有感 像是開門踹門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是碰在上面的感覺 沒有太大的打擊效果 這對我來說是扣分的 而且在這次的評價 也有一些朋友認為是感知出來的 我覺得剛剛提到的音效方面 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解謎成分相對少 對大家來說 這才是大家敲碗的部分 畢竟這系列在舊作 大家都是因為這樣子購買而想玩 我想應該都是有目共睹 這點大家應該都有共識 畫面上的細節 我覺得是很有用心 明顯感受到 只有臉部的表情是相當的別式 不管是生氣還是緊張感 都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反倒是男主遜色許多 雖然造型上變成了犀利哥 不過我覺得帥氣度有增沒減 這對他來說是加分蠻多的 因為一開始我想說 用回原本的經典造型好了 結果用造型整個效果很普通 換上犀利哥之後 帥度增加超級多 造型的頁面我覺得看不太出來 遊戲實玩的時候會有更大的感受 整個遊戲我賦予的評價分數是8.5分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後面會有我刷點數的影片 讓大家快速拿到無限的火箭炮 這樣子白禁也可以拿更快 也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在刷點數上面 主要的重點在於 如果你有在醫院保護級了 這個紀錄島的話 直接載入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不管你這個紀錄島的難度 有沒有破關 這個紀錄都是有效的 載入之後 如果你不是輔助模式的話 可以先改輔助 這樣子會比較好殺 一場很快就結束了 然後刷一兩小時左右 你就會發現你的點數已經有不少 因為會有幾個成就 達成之後就會得到大量的點數 一個是削減數量 另一個是喪屍滅絕者 這幾個都是得到幾萬的點數 提供這個方法給大家 然後預祝大家玩得愉快囉 那今天影片主持人到這邊 SKY我的頻道訂閱 顯示還有62%的朋友 看我影片還沒有訂閱 要覺得我不錯 可以幫忙下 小鈴鐺也可以順便打開 那我影片會直播 才能聽到你 我有辦 IG有時候會更新SKY的情況 要有興趣也可以關注我 如果你想進行影片部之一 也可以加入頻道會員讓SKY可以好好創作不用擔心 清楚問題 新鮮的消息跟影片會放到 FB粉絲軟叫SKY玩到翻掉LIVE 影片的聲音就請到這邊囉 我是SKY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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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1 2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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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